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这条项链挺好看的 吊坠的设计很特别 买了很久一直舍不得戴 你看上面那颗水晶 在灯光的照射下更美 确实晶莹剔透 还熙熙生辉呢 是意义生辉 意 我猜你之所以读成习 是因为这个字右边的偏旁 是繁体的习 学习的习 是 可是繁体的习 左边还有火字旁 这个字读作义 义是个形容词 意思是光亮鲜明 谍音的义义 形容光彩闪烁的样子 比如光彩义义 义义生辉 义义生辉 形容物体的外表闪闪发光 或人的容貌光彩照人 我的水晶吊坠 在灯光的照射下 晶莹剔透 熠熠生辉 买了那么久都不舍得戴 今天为什么突然戴上了 我昨天下班后 不是出席学生的婚宴吗 看到人家新娘穿戴亮丽 脖子上的项链掉坠 熠熠生辉 光彩夺目 才猛然想起自己也有 美丽的东西不该老收着 应该让它大放异彩 就是 美丽的东西大家一起欣赏 老板前些日子在拍卖行 尽得的艺术品 不也没往家里摆 而是挂在公司楼下的大厅吗 那几个传书字体 熠熠生辉 公司大厅顿时气质百倍 自从挂上那几个大字后 员工们都怕在大厅遇到老板 他逢人就抓来谈论那幅作品 还考员工能不能认出 写的是什么字 花大钱尽得的艺术作品 你就让他谈论一段时日 今天下班可别遇到他 回家前我要开车 去看我的选美奖品 那栋大房子 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出赛都还没比 就认定自己赢定了 哎 你不知道 那里的环境有多么叫人羡慕 小区里一栋栋设计新颖的房子 在夕阳的余晖下 熠熠生辉 车子来回穿梭 穿过由绿树掩映的马路上 我最近下了班 只要开着车到那里兜一圈 心情就特别舒畅 有时还幻想着 以后就不是在那里看日落了 而是可以在那里沉运 你好好努力 争取占上光彩意义的 审美舞台 放心吧 不久后 我将沐浴在晨光下 边跑步边欣赏我那 熠熠生辉的大洋房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